老鼠做出来的结果告诉我们 莱克多巴胺的活性可能是他的250倍 不要说250倍 只要是250分之一 我们都不应该放到我们的小朋友 长期关注莱猪议题的精神科医师苏伟硕 多次在公开场合主张莱季有毒 还称莱季比腰头弯毒250倍 遭食腰署反驳引用错误论文 事后被证实论文的数据被误值 苏伟硕还说吃莱猪会造成自闭症 食肖署说欠缺科学证据论定是不实谣言 以食安法向警政署告发 引发莱猪立场的国民党抗议 批示制造寒蝉效应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一个见解 若见解相同那当然就达成共识 若见解不同而有违法的疑虑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由法院来做裁判 我们尊重卫福部的专业运作跟管理 至于有关有没有换法的征办 这国家也有一定的法律制度跟权责机关 我们也尊重权责机关的办理 对于前一天台中市长卢秀燕 会面AIT处长林英杰 却突袭公开给媒体拍摄 并表达反莱猪立场 事后AIT罕见声明 政治人物在台湾消费者间散播不实资讯 引发毫无根据的焦虑时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益的 苏贞昌回应 国际往来应该要照规矩 台美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我们国际互相往来的时候 有一定的规矩 大家都应该照规矩来 才会建立彼此的信任 苏贞昌表示 台湾在世界的处境很艰难 很重要的就是国际友邦 也因此台美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强调中央地方都一样重视 呼吁大家一起维护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辉摩张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 中央地方都一样重视